这世界一切事情都是过眼云烟 听一个朋友说过 有一个老人家脾气大的不得了 只要一讲起某一个人 就拍桌子大骂 最后他就是心脏气得出了问题 这种执着除了害死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益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控制不好自己脾气的人 就像控制不了汽车一样 汽车就会出事故 师父还说 人的脾气有时就像脱缰的野马 有时又像失控的飞机 一定要控制好新的野马 就像控制好飞机一样 要学会控制你的脾气 控制不了 你就会被他所伤害 接下来 已经在医院昏迷了十几天 医生让家里人准备身后事 阿姨见情况这么紧急 就给童俩打电话 就给童俩打电话问怎么办 童俩告诉阿姨可以给他姐姐烧小房子 于是阿姨烧了二十一张小房子给姐姐 这二十一张小房子烧下去之后 他姐姐就醒过来了 这时老阿姨再次打电话去问候姐姐 姐姐第一句话就说 我恐怕 我不能回来见你们了 接着 姐姐问阿姨 什么是小房子 我不明白 阿姨觉得很奇怪 因为阿姨从来没有和姐姐提过关于小房子的事情 就问姐姐 你为什么要问关于小房子呢 姐姐说 她在昏迷期间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个人告诉她 某某某 给你送了二十一张小房子 你可以回去了 梦里说的某某某 就是老阿姨的名字 也就是说 这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救了姐姐的命 老阿姨教给姐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从那以后 姐姐每天念圣号 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姐姐没有再生过病 还能出去做运动 虽然我学佛这些年 听到很多神奇的反馈 不过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熟识的同修身上 还是让我感觉无比奇妙 敢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给我们人间带来这么灵验 殊胜的心灵法门 救人生命 救人惠命 感恩师兄的分享 现身说法 母亲突然有一天告诉我 左侧乳腺有些硬 有些疼 硬块还挺大 连淋巴也有疙瘩 我当时看到吓了一跳 这可怎么办 想起师父说的 当病情还没见阳之前 许大院是最能转变的 于是赶紧让妈妈许大院 许愿千张小房子 放生两万条鱼 好了现身说法 多红法度人 过了一个多月 妈妈告诉我 肿快消了 但还是肿胀 我说继续行愿 之前的业障 不能说消掉 就能马上消掉了 这已经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肿快消失了 菩萨不动人因果 继续行愿 菩萨一定会加持保佑的 师兄们 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戒 多多忏悔 多多拧经宵夜 多多学习白化佛法 多多红法度人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做师父的好弟子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2年6月24日高考发榜 我儿子超出本科线20多分 他在三年高中学习中 2020年开始 因为个人业障爆发 沉迷游戏 反复不上学 我坚持五大法宝 对心灵法门 坚信不疑 在菩萨和师父的加持下 最后的百日冲刺 他突然顿悟 360度大改变 认真学习 让我感动 感激无比 考出他的高考成绩 比一模成绩 超二百分奇迹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 感恩师父 感恩各位师兄 心情助念 无比的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释迦牟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本人分享一下 近期发生的灵验世纪 我家小孩读高二 学习很紧张 五月末左右 因为天气热 加上自己上火 小孩嗓子痛 咳嗽 流鼻涕 有点发烧 在疫情时期 这情况是很令人 担心和紧张 小孩从学校打电话 说请假回来打针 我赶紧上香 和菩萨妈妈许愿 给孩子烧二十一张 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两百条鱼 好了先生说法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孩子回来后 他爸爸领去医院 检查急性验言 医院开药 打了点滴 给孩子先烧完 十三张小房子后 孩子步伐烧了 有些咳嗽和流鼻涕 后来又增加十张小房子 一共烧三十一张 经文组合小房子 孩子目前状态正常 其间 梦到台长师傅 来给孩子加持保佑 真的太感恩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傅 感恩心灵法门 感恩一切善知识 珍惜心灵法门 般人忏悔 有时候懒惰 不精进 做人做事 还很差 向佛祖和菩萨妈妈忏悔 一定记住师父的叮咛 持戒守法 改毛病 改裂根 去除我知我相 自度度人 同法力生 仪式修成 报佛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改掉 自己身上的习惯 我讲一个预言故事 给大家听听 有三个小动物 一个是螃蟹 一个是猫头鹰 一个是蝙蝠 它们去上一个补习班 目的是去除 它们三个人的恶习 几年之后 螃蟹 猫头鹰和蝙蝠 顺利地毕业了 得到了博士学位 猫头鹰博士 蝙蝠博士 螃蟹博士 不过 它们毕业了之后 螃蟹 人是横行的走路 猫头鹰仍然在白天睡觉 晚上活动 蝙蝠仍然倒挂着 悬在那里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人要改毛病 是很难很难的 要到心理健康 只有用佛菩萨的智慧 才能改掉我们的恶习 心理学 堪称 我们说 一个人的知识 再怎么样 也不能动摇 你自己很多的恶习 所以很多学博的人 表面上读了很多的书 学了很多的佛 但是他一碰到自己的利益 碰到自己的恶习 他就是改不掉 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实践 我们今天学博为了什么 学博就是要成佛 对不对啊 学博就是要改变自己 学博就是要修心 修行 修行就是把心理不好的 不是常态的 那些肮脏的贪嗔痴慢疑 全部修掉 修正它 修行就是把自己身上不好的行为 和不好的动作 以及语言 全部要修好它 这样才叫真正的修行 所以要实实在在的修行 而不是表面上 临时的抱佛脚的这么修行 我要你们在平安的时候 就好好地为了将来 来求更多的平安 在今天还活在人间的时候 就好好地懂得爱惜慧命 这样你走的时候 才能无债一生轻 没有灾 没有业障 才能进入上等上品的莲花之中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一碰到下雨 很多人心情不好 这是为什么 因为雨水潮湿 阴天 引发你八十天中的负能量 所以有些人看到下雨 心里就难受 就开始回忆 因为负能量会给你带来痛苦 正能量能给你带来光明和前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